云阳大鸡 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湖北省实验室 古称云阳 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孕育着丰富的物产资源 云阳大鸡就是其中之一 它主要分布在实验室的竹山县 房县云县等地 这些地区山林面积大 为林地养鸡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云阳大鸡肉蛋品质兼优 再加上生菜的养殖方式 让它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今天我们就走进当地一家保重厂 去详细了解一下 云阳大鸡的养殖技术 环顾这个保重厂四周 一山傍水水质良好 而且距离主公路和居民区较远 周围也没有工况企业 还真是个养鸡的好地方 这个人是老史 是这个保重厂的负责人 他和与我们一同前来的 序幕部门的曹中心老师 是老朋友了 这不 老史把曹老师拉到了一个鸡舍前 给曹老师介绍起 他们最近正在忙活的事 在湖北实验地区 夏季十分炎热 为了给鸡舍降温 除了用水帘和通风扇等设施降温外 把墙面刷上白色的涂料后 可以增加阳光的反射 相比于没刷白色涂料的墙面 墙体吸收的热量就少了许多 从而起到了一些辅助降温的作用 那冬天这白色涂料 不会影响鸡舍保温吗 老师说 这个不用担心 当地的冬季持续时间不长 一般不需要加温设施 鸡舍内的温度 也可以保持在14摄氏度左右 能够满足种鸡生产的需要 每年 为了给养殖户提供 受市场欢迎的鸡苗 老师他们从挑选种鸡开始 就要严格把关 那么能被选做种鸡的 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选一母鸡的时候 一定要看这个尺骨比较宽的 它至少要放进去三指 这种母鸡才属于高产鸡 如果低于这个的话 可能它的生产性能就比较差 种公鸡则要求发育良好 体质强壮 符合品种特征的才能选做种用 另外选择种鸡时 体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一般在二十周龄 被选做种鸡的云洋大鸡 公鸡体重要在三千克以上 母鸡体重在两千克以上 这些被选做种鸡的云洋大鸡 肩负着繁殖后代的重任 所以在饲养管理时 老使他们格外精心 在包装厂里 种鸡是分龙饲养的 公鸡因为好斗住单间 母鸡两到三只住一间 公母比例在一比二十左右 老实说 这些住进种鸡设的云洋大鸡 从二十周龄开始就要人工补光了 不过在补光时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光照时间和强度 一旦增加就不能减少 否则会造成产单率下降 一般到二十三周龄 种母鸡开产时 每天自然光加人工补光的时间 要保证在十六小时 人工补光的光照强度 要维持在三十勒克斯左右 通过补光 可以提高种母鸡的产弹率 和种公鸡的产精量 老实他们四位种鸡的鸡料 都是在市场上购买的 各阶段种鸡专用全家鸡料 一般早六点和下午四点 各为一次 每只种公鸡 日四位量为100克左右 种母鸡从二十周龄开始 四位产单前期鸡料 鸡料中粗蛋白含量为 百分之十七 代谢能 两千七百五十千卡 钙含量在百分之三 为产单前期做好营养储备 不过为了保证 种母鸡体重在产单期 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影响产单 日四位量 基本保持在85克左右 云阳大鸡种鸡的产单期 通常持续四十周左右 也就是从二十三周龄开产 到六十二周龄左右 就要根据市场行情淘汰了 二十三周龄到三十周龄 这段时间是产单前期 在六到七周的时间内 产单率迅速提升 这阶段应继续四位产单前期鸡 保证种母鸡平稳过渡到产单高峰 云阳大鸡一般从三十周龄 进入产单高峰 持续八到十周的时间 随着产单的增多 种母鸡体内钙的消耗也增多 为了保证产单高峰阶段 产出优质的种蛋 要把饲料换成产单高峰料 相比于产单前期料 饲料中钙的含量上升到4% 粗蛋白含量提高到18% 其他成分含量基本不变 从四十周左右开始进入产单后期后 产单逐渐减少 为了避免种母鸡过肥影响产单 要把产单高峰料换成产单后期料 相比于产单高峰料 粗蛋白要降低到16% 但饲料中钙含量却要提高到4.2% 避免后期产出软壳蛋 老实说 在整个产单期四位时 除了饲料营养成分变化 在四位量和四位时间上 都和开产前种母鸡的四位相同 另外 在种鸡设备还要配备自动饮水设备 保证鸡有充足的饮用水 看来种鸡的四位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根据不同的阶段 给予它们相应的饲料 以保证产单期的营养需求 提高种蛋品质 除了饲料和饮用水 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涉内温度 14到20摄氏度之间 是云阳大鸡合适的产单温度 控制好温度才能保证产单率 好了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其他的管理工作 鸡舍内还要及时进行通风换气 在提供新鲜氧气的同时 排出涉内空气中的水分 使空气相对湿度 保持在50%到55%之间 另外 及时把鸡粪清理出去 也很重要 我们这个鸡粪的处理 是每天把它从鸡舍里边刮出去 然后有人专门给它 拿到这个鸡粪仓 鸡粪仓以后呢 进行堆积 发酵 然后的话呢 这个我们的局员啊 采弄啊 都把它拿走 换天了 即时清理鸡粪 不但可以保证鸡舍内空气清新 经过无害化出力的鸡粪 还变成了有机肥料 变肥为宝 为了提高受精率 总鸡厂一般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 在种母鸡开产前一周 也就是第22周开始人工受精 此时的产弹率为5% 采精的时间一般在下午3到5点之间 一只种公鸡采精量为0.4毫升 一只种母鸡输精量为0.026毫升左右 每隔5天 受精一次 受精后5到7天内 就可以产 受精蛋了 不过 为了保证种蛋孵化率 在种蛋产出后7天内 就要开始孵化 整个孵化过程持续21天左右 种蛋入孵后 为了给胚胎发育 创造出合适的外界环境 孵化肌内的温度 要控制在37.8摄氏度左右 相对湿度 在55%到60%之间就可以了 除了控制好温湿度 设定好翻蛋的次数 对胚胎发育也很重要 一般从入孵后第一天开始 每隔两小时翻蛋一次 防止胚胎与科膜粘连 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 保证胚胎发育正常 从第六天开始进行第一次照蛋 剔除无精蛋 第18天再进行一次照蛋 剔除死胚蛋 发育良好的种蛋 就要送到出锄机中 等待出锄 出锄机的温度 要设定在37摄氏度左右 相对湿度提高到65%到70%之间 湿度的提高有利于除鸡捉咳 第20天开始陆续出锄时 要加强通风换气 避免小鸡闷死 除鸡出锄后的24小时内 就要接种马利克式疫苗 注射完疫苗的除鸡 就要被送往专门的预除厂 开始预除其生活了 为了探寻云阳大鸡的生长环境 我们说这足异形又来到了位于实验室西南 距实验室区150公里的竹山县 县域内林地资源丰富 十分适合发展林地养鸡 当地养殖云阳大鸡的农户也很多 从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前线次养量达到近三百万鸡 年次养量达到三百万鸡 目前走之地专门获得税 达十七家 为了大力发展养殖云阳大鸡 帮助老百姓致富 当地政府也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达养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修莫组也成立了专门的服务走组 我们现在修莫组成立了 这个家庭荣养大鸡产业 五百二十 对所有农户达养的养殖粉 就是前程服务 另外在这个每年的养殖规模 在五千只以上的农户 每年给不少三万块钱的奖励 有了这么多的汇农政策 养殖的农户比以前更多了 当地养殖户自发组织的养殖专业合作社 也逐渐多了起来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育除厂 就是养殖合作社 专门用来为社员保温育除的 因为我们这个营养打击嘛 是一个土鸡 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种 主要在右肌的一个持养比较困难 我们集中管理 集中脱温 集中管理就是我们一个技术上面的 能够保证它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控制温度啊 温度啊 湿度啊 一个承货 控制它一个承货力 竹山县的汇农政策 肯定让养殖专业户的积极性提高了 而且集中育除的养殖方式 更加科学合理 保证了除鸡的成活率 这些啊 都让咱农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育除市去看一下 这个育除市为专务结构 高3.5米 地面和墙面为水泥光面 窗户密封岩石 除了加热用的暖炉外 还有换气扇可以通风换气 有了好的育除设施 也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饲养管理 在每一批鸡苗入社前 这里的饲养员都会提前两周 把育除市清扫干净 再用消毒药物喷洒两次以上 小鸡吃喝用的饮水器 料桶也要清洗消毒后才能用 在除击炉社前还要对室内预热升温 一般要升到34到36摄氏度才可以 在用升温炉升温时 饲养员一般都会在炉子上放个不盖盖的水壶 蒸发出来的水蒸汽用来增加预除室的温度 不过除击对湿度的要求可不是越高越好 一般相对湿度控制在60%到70%最合适 如何降低湿度 除了通风 地上铺的电料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电料一般为骨壳或者干净的锯末 透气吸水 防潮效果好 电料铺的厚度一般在两厘米左右 除鸡进入浴除社以后就要尽早开饮 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 有利于减少除鸡的应激反应 在大多数除鸡学会饮水后半小时内 就要及时给料开始 四位除鸡专用全价资料 不过在第一次给料的时候 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不能喂的过多 因为除鸡从出壳到进入浴除社 已经空腹一段时间了 而且除鸡的胃不但小 消化功能还差 冷不定的吃的太多 记忆造成消化不良 出现拉锡的现象 除鸡在熟悉了环境以后 活泼好动的除鸡活动时 会把电料弄到饮水器和料桶里 污染水和饲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饲养员就想了一个图办法 入社三天以后 把饮水器和料桶放到砖头上 砖头高6厘米左右 有了砖头这个高度 除鸡吃喝时 就不会将电料带进饮水器和料桶中 污染水和饲料了 在日常四位除鸡时 一般七日零以前 每天四位五到六次 每次喂料量 以15到20分钟吃完就可以 七天后 按照除鸡采食习惯 可以让除鸡自由采食 不过料桶中的饲料 还是要少装擒天 做到当天饲料 当天吃完 在除鸡七日零以后 室内温度开始逐渐下调 一般温度每周下调 2到3摄氏度 直到22至24摄氏度左右为止 这个温度要保持到35日零以后 脱温放养 相对湿度 则逐渐降至50%到60% 并始终保持 除鸡胆小 遇到生响就会扎堆 容易发生鸭子的情况 所以在预除时 除了尽量保持安静的 预除环境外 饲养密度也不能够太大 据小贩讲 如果密度过大 还会使预除室内的空气 变得污浊 厨鸡也会互相抢水抢料 相对弱小的厨鸡 吃不到多少饲料 最终会造成生长发育不一致 经过35天的 预除饲养阶段之后 这些云阳大鸡 就会结束预除期生活 被送到合作社的社员那里 开始林地放养了 云阳大鸡商品鸡 采取的是林地放养 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我们必须在符合标准的条件下放养 以保护生态环境 保证鸡能吃到充足的虫子和青草 我们来看一下 当地是怎么做的 我们也指定了山上放养的 采取标准 要求每一户 每一村鸡不能超过250只 每一抹不能超过25只 在市林和曹昌 非常重复的地方 我们要求每一村鸡 达到300只 每一抹放养不超过30只 这样的以保证 以吃草 吃春为辅 以这个乱粮为辅力 采取模式 这补饲量可以减少 补饲精料的质量可不能降低 这可是关系放养机能否发育良好的大事 养殖户 养殖户选用的饲料 一般都是玉米 豆粕 麦夫等 还在饲料中加入了适量的青菜 青菜含粗纤维较多 而且鲜嫩多汁 适口性好 但是青菜也不能放得太多 即使太多青菜 会消化不良 这一时期的精饲料 参考配方为 玉米61% 豆粕12% 麦夫17% 青菜5% 玉混料4.8% 食盐0.2% 这饲料都办好了 可这鸡 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怎么把它们叫回来呢 别急 养殖户自有办法 通过边喂食 边呼唤等强化训练的方式 即形成条件反射后 一听到主人呼唤 就知道 又到开饭时间了 一般每天早上七点和晚上五点 各思维一次 每天每只鸡 补四100克左右 养殖户说 他们这样训练机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在暴雨大风等 恶劣天气到来之前 能够召唤鸡 及时回棚 减少损失 当地农户 林地放养 云阳打击时 一般都实行轮目 虽说是林地放养 但都会根据自己的条件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建造简易的鸡舍 为这些鸡提供遮风避雨的地方 现在看到的这个鸡舍是专木结构的 听老乡说 当地有个叫王仁生的人 他养鸡用的是移动鸡舍 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 那个移动生态机设 这些鸡自打上山以后 晚上就住在老王为他们专门建造的移动鸡舍里 可是这鸡舍就固定在这儿 也没动啊 怎么就叫移动鸡舍了呢 我们这个移动鸡舍 当时设计的目的是 第一个是可以切械 第二个是能够重复使用 这样的话就是环境场所 是可以在空间上腾挪的地方 原来老王设计的这个移动鸡舍是可以拆卸的 只是现在没到拆装的时候 那好好的鸡舍为什么要挪地方呢 我们一只鸡只在一个地方养殖一次 那么下一年一定是在一个新的自然环境 非常好的地方重新养 才能保证鸡在吃原粮味 能够有其他的动物资料 新资料 为了保护鸡生存的自然环境 老王自打养羽羊大鸡的那天起 就实行了轮木放养的模式 轮木养殖的一批鸡 养殖完成后 就要换到下一个地方 方便拆装的移动鸡舍 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帐篷吗 这帐篷当然能移动了 也没啥特别的地方 可您别看这鸡舍 看起来简单 其实还真不简单呢 就拿这漏缝地板来说 光是地板的原材料 老王就反复实验了多次 地板每个竹排的面积为一平方米 竹条的间距为两厘米 这样可以保证鸡在室内活动时 鸡腿不会被卡住 鸡份还能够漏下去 而且养过鸡的都知道 放养鸡最怕的一种病就是 球虫病 而这种病大多是由带有病菌的鸡份传播的 老王很重视这个问题 在设计移动鸡舍时 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我们设计这种架空地板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使那个鸡的养殖环境 一定要达到就是鸡不能食鸡份 这样的是特别是在成鸡的养殖过程中 它会如果鸡食了鸡份的话 它会产生球虫 这个鸡本身是不健康的 那么我们就从那个蓝色的结构上 首先把鸡架空在 这个鸡份 鸡不能食到 架空的竹排距离地面的高度是20厘米 每三个月清理一次 保证鸡份不会累积超过竹排 鸡就不能吃到鸡份 也就减少了囚虫病传播的途径 当地农户养鸡都是把公母鸡混在一起放养 在公鸡五个月左右大时 就可以根据市场行情 陆续选择一些出栏上市了 可这云羊大鸡虽然是肉蛋兼用型的 产蛋性能却也不差 当地养殖户为了获得更好的收益 都会把母鸡留下来产些蛋再出售 零地放养条件下 云羊大鸡母鸡在六个月以后就要开始产蛋 一般三百多天的时间可产蛋100到140枚 三百天以后产蛋率开始下降 这时养殖户就会根据市场行情上市销售 老王在移动鸡车内也准备了产蛋窝 可是有些鸡还是喜欢在野外做窝产蛋 对于这些在野外做窝产蛋的鸡 老王不但不干涉 还尽量保护这些野外产蛋窝的周边环境 最大限度的还原给其一个自然的生活空间 经过长达16个月临地放养的云羊大鸡母鸡 肉质更加鲜美又嚼劲 老王也利用时下流行的电商网店把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云羊大鸡适应性较强 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饲养 目前除了湖北 养殖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湖南 山西河南 在讲究科学饲养模式和提高养殖效益的同时 我们也要更好地去保护云羊大鸡这一优良品种 以促进本土基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好了 今天的网店地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